美國佛羅里達州一名19歲少女為了報復前男友 放火燒她本田私家車 警方從閉路電視片段鎖定疑犯身份 星期六上5將她拘捕 她被捕後公稱以為那輛白色本田私家車屬於她的前男友 但警方聯絡車主時對方表示從來未見過少女 經警方調查後少女圓內點錯上燒錯車 警方又指少女涉嫌將布塞入汽車油缸 再在車尾箱點火燒車 車主稱私家車當時停在屋外 當她和室友衝出屋外想救火時 已經見到車深陷火海